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胜选真的大局已定了吗 而大选在即 民主共和两党成败就再次预计 资本市场是否又会迎来特朗普交易的2.0时代呢 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运行已经出炉了 而上半年的GDP同比增长是5% 总值超过了61万亿 延续着向好的势头 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那首先我们就一会儿来看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声枪响 不仅强化了劫后余生的特朗普他的硬汉形象 也带动民调支持率急速拉升 同时也让特朗普交易2.0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当地时间13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特朗普造势活动的现场 突然响起枪声 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特朗普燃血振臂的硬汉形象 让他再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枪声之后美国大选的轨迹也似乎更加像共和党倾斜 根据预测网站Polymarket的数据 袭击事件发生后 特朗普赢得2024总统选举的概率 从60%大幅上升至70% 有学者分析 宾夕法尼亚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三个摇摆州 将是最终决定谁入主白宫的最强有力的因素 目前特朗普在这三个州都领先 枪机事件发生在宾州并非偶然 最后也是美国政治更加极端化和国内矛盾激化的双重表现 我觉得这个次这个枪机 不会是这种激化和激化的结束 而是一个另一个开始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啊 这个大家看到就是到七月份了 这都已经七月份了 这个共和民主两党 目前的总统候选人都是高度不确定的 这个在二战以来还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么共和党之前以为啊 或者说很多人以为这个特朗普 一定是这个共和党这边的候选人 那这次枪机事件是不是最后一次枪机啊 这个非常的不好做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也在当天就特朗普 集会枪机事件发表讲话 谴责暴力行为 之前拜登与特朗普电视辩论 拜登表现不佳 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公开呼吁他应该退选 学者指出目前特朗普生命安全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这次枪机事件也让民主党内部或者外部支持者 更加关注拜登能不能抵抗住特朗普的竞选攻势 特朗普在民调中全面领先拜登 也使市场开始交易 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 带动美债利率和美元指数携手上瓶 美股原油也相继上涨 多伦多道明银行指 枪机案强化特朗普是大选领导者的事实 看好美元在下半年和明年初的表现 投资者预期 如果特朗普成功重返白宫 将迎来减税提高关税和放宽监管等政策 与此同时 预期事件也刺激短期避险情绪 全球资金进一步流向避险资产 周末比特币已经快速响应 大幅拉涨 升穿6万2千美元 周一现货黄金盘出一度急涨至 2415美元每盎司 美国银行预测 未来12到18个月 金价可能会反弹至3000美元 在这个周末 宾州的一声枪响 让特朗普的选情是急速的出现了上升 而整个资本市场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动呢 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中文先生的解读分析 主持人我们手来说 这个特朗普确实大难不死 没想到他的这个选情是一路飙升啊 选情的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资本市场 似乎又要开始为特朗普这个2.0 特朗普交易的这个2.0 做出一定的这个挑战的一些准备了 您怎么来看资本市场在接下来的一些变动 应该说呢在辩论之后 他的胜率是上到了55% 到了今天呢 其实八声枪响啊 不是一声啊 但是有一颗是插中他 那么已经到了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之后呢 金融市场当然是影响就非常大的 包括比特币什么都在上涨 当然比特币上涨的理由也莫名其妙 因为特朗普以前是不喜欢比特币的 现在他又说加密货币是个好的 当然跟着这个上涨的 还有像马斯克的特斯拉 因为马斯克呢 他前段时间是给特朗普一大笔钱 捐款 然后呢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他在X上面 就推特上面 就是明确说这个特勤局 还有拜登这些政府对特朗普没有保护好 说他们是故意疏忽怎么样 所以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 这次的暗杀没有让特朗普成为烈士 其实他可能就差两寸 他就成为烈士了 那么就造成了他的选情急剧上升 我们现在关心就是他这种急剧上升 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 我想这两天拜登对特朗普的攻击 肯定就会放慢一些 当然了就是现在双方已经开始指责了 共和党这篇指责是民主党这篇人 说你老攻击特朗普 把他说成会毁灭美国的民主制度 会清算美国的自由派 清算生存政府 那么造成有极少部分人就想杀特朗普 或快 因为怕他真正破坏了美国的体制 所以他们把他归咎于特朗普 归咎于拜登 拜登这边就说是特朗普造成的 因为他这个人最擅长分化 他最擅长动不动要把这个怎么样 要把那个怎么样 好多话都是特朗普自己说的 现在这个报应到他身上 包括这个控枪的事情 那个枪手是拿着这个半自动步枪 对他连续打了八发子弹 那都是这个民主党要控枪 而特朗普是坚决支持拥有枪支的 所以我想呢 可能再过两天 等待民主党的这个全国 等共和党全国代表会开完之后 那么可能专方又可以开始陷入口水战 但这里面最核心的 还是特朗普的民调上来了 那拜登到底能不能跟他和 进行有效的竞争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 不管怎么样 至少特朗普没有成为像您说的这个劣势 对于拜登来说 他的这个选情就显得更加的这个被动了 那拜登能不能有效的应对呢 另外说到了这个对于总统啊 或者是领导人这个刺杀 美国是有传统的 马丁路德基 里根 这一系列的这个肯尼迪 都是都看到了有背后有刺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在里头 我们接下来看 这件事情真的会告一段落 还是只是一个开端 对于接下来 11月份的这个大选之前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会有更多这种不确定 或者说危险 紧张的因素在里面呢 今天金融时报在头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 他就是说呢 上次密集的刺杀期 就是在1968年那次选举 先是马丁路德基被刺杀 后来是民主党提名的罗伯特肯尼迪被刺杀 才有了这个汉弗兰 后来就一直持续持续 到了1981年里根遇刺的时候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政治的敌对情绪 两派的这种疏离情绪 它不亚于1970年代 也就是1970.68年以后这段时间 所以呢 就是这个情况来看 特朗普他在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上说什么事 他原来可能是集中火力 还像以前分化 他现在说要团结了 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最后会说什么话 而拜登本人他也给特朗普打了电话 然后他也发表了电视讲话 说大家要政治降温 但是这个温呢是降不下来的 一旦点上去之后就降不下来 所以会不会有更多的极端的这种人士出来 而且美国又是一个枪支泛滥的国家 这都是以后的观察点 所以大选越来越近 但是真正的不确定的因素 在接下来可能会变得更多了 特别感谢周恩惠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在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要转向到中国内地了 上半年GDP同比增长达到5% 如何来解读这份最新的成绩单呢 下期回来我们将会和市场分析师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会来观察一下 中国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是在今天已经揭晓了 GDP同比增长达到了5% 延续着一个恢复向好 那么总体的平稳态势 国家统计局已经指出 今年以来外部的环境是更加的复杂严峻和不确定 那国内结构调整阵痛有所显现 既要看到短期波动之行 更要看到长期发展之势 中国最新经济运行数据出炉 国家统计局公布 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7% 增速较低季回落0.6个百分点 从整个上半年来看 GDP总值超过61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5% 具体来看 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其中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增幅7.8% 同期市场销售保持增长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23万亿元 同比增长3.7% 6月单月增长2% 至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则持续扩大 上半年同比增长3.9% 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幅双超过10% 不过房地产开发投资延续跌势 上半年同比下跌10.1% 跌幅于1至5月持平 同期新建商品房销售情况有所改善 销售面积和金额分别下跌19%和25% 两者跌幅都有所收窄 此外 路透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 6月70成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同比跌幅扩大至4.5% 环比则于5月持平 从就业方面来看 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 上半年平均值则为5.1% 较去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指出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至于二季度经济增速回落 主要是受到极端天气 雨漏灾害等多发短期因素影响 二季度经济运行可以概括为行有波动 事仍向好 展望下半年 外部环境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上升 国内困难挑战依然不少 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 成长中的烦恼 那围绕最新的这份经济的成绩单 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新加坡华侯银行 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东明先生 一块来探讨分析 谢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谢先生 从整个上半年来看 我们看GDP的同比增长是达到5% 全年的GDP增速您会如何来判断呢 是 那上半年的话基本上是符合 就是我们的一个增长目标吧 应该这样说 但是我们看到二季度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小幅度的一个放缓的情况 那当然背后的一个主要的逻辑 还是看起来内需还是有点不足 特别是有效需求这块 所以我们看到从坚韧的外需传导到内需 似乎这个传导还是需要点时间 当然上半年也不是没有亮点 特别是二季度也是好 那我想其中一个亮点就是 制造业还是非常的强劲 那当然第二个亮点还是来自于外需 那总体来看的话 我们个人觉得外需还是会保持一定的 比较强的一个情况 那至于整个全年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实现5%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长目标 还是可行的 那这里主要还是有三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的话 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 制造业还是属于一个非常一枝独秀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个制造业会进一步成为支持和带动 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从外需来看的话 我认为外需在下半年还是会进一步支持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当然很多人会讨论就是说 特朗普上台之后或者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素 对外需可能带来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更多的会体现在2025年 而不是在2024年 甚至它可能对2024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一个 积极的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因为有可能抢出口会导致反而是在整个二三季度和四季度外需 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的话 我个人觉得房地产的拖累可能会慢慢慢慢见顶 那甚至可能会慢慢慢慢收窄 那这可能会对经济也会带来一定的一个支撑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全年实现5%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长目标还是可行的 那先生我们从数据上来看 工业生产是比较明显出现增长 特别像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是7.8% 高科技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呢 是增长了8.7% 这是起到了一个明显的支撑作用 那现在来看制造业是不是已经基本走入到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通道当中呢 是那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制造业确实是非常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想背后其实有几个因素 那第一个点当然我们看到就是中国 作为一个可能唯一一个拥有完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国家 它的制造业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点的话当然我们看到就是 政策对制造业的支持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的话 我们看比如说银行对制造业企业的这样一个贷款来看的话 目前来看今年到现在为止 对制造企业的中长期的贷款 其实增幅是超过了18% 这个18%是远远超过我们看到整个贷款的这样一个增幅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政策是非常支持的 当然第三点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接下来 我们会讨论很多关于新制生产力的这些东西 包括目前三方全会也在讨论这些东西 那随着新制生产力的进一步的出台和进一步的理清的话 那这个本身可能会对制造业也会带来一定的一个支撑 那当然还有一点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目前整个设备升级以及已旧换新 这个本身对制造业也是带来一定的一个支撑 特别是我们看到上半年统计局有一个数据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它就讲到对于关于设备升级方面的一个投资 那增幅是超过了17% 那其实它是拉动了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50%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结合这些因素在 在一起来看的话 下半年我们看到设备升级 已旧换新还会进一步的支撑 包括外需 总体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制造业还是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先生我们再来看看服务业方面的情况 整个上半年服务业增加至同比增长是4.6% 服务业也在继续的恢复 特别是我们看到像货币金融服务 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 是在55以上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区间 您怎么来判断服务业在下半年的一个走势呢 对 我觉得服务业可能还是会面临 一定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那总体来看我们看到二季度的服务业的增长 其实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放缓的情况 当然总体来看餐饮的这个坚韧性还是比较强的 还是能够保持5%以上的这样一个增幅 但是总体来看我个人觉得 服务业还是面临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那背后其实跟我们整个内需还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如果从一个中期角度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内需还是要取决于几个因素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收入的增长 第二个是收入的预期 以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财富效应 那收入增长来看的话 从统计局数据来看的话 目前的民意的可支配收入增长 还是超过了民意GDP的这样一个增长 那这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于一个收入增长的预期 以及财富效应 那这两个目前来看 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改善 那可能会对服务业 还是或多或少会带来一定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从经济的几加码出来看 消费投资 您觉得接下来对于整个GDP 或者经济的拉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总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消费投资还是会是一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拉动 如果我们看今年上半年的话 那差不多60%还是来自于内需的这样一个消费的一个情况 当然外需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今年来看的话 其实13%左右的 上半年来看的话 13%左右的这样的增幅是来自于外需的 所以外需叠加内需 总体来说还是今年一个拉动GDP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指标 那先生我们最后来说说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情况 确实现在来看整个房地产的投资 还是在出现一个回落的势头当中 上半年同比下跌是10.1% 跌幅和1到5月份相对来说持平 销售面积和金额仍然出现一些回落 不过跌幅也有所收窄 所以整个来看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下半年 还会不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呢 我觉得会会会有些压力 但是似乎我们看到一些好转的一些迹象 比如说我们看最近的一些成交量来看的话 其实6月底是有些小幅度的反弹 但是7月开始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成交量还是有些不确定因素 但是从一个投资来看的话 其实1到6月份的投资跌幅 其实要比预期的来一点点 基本上跟1到5月份是持平的 那我想接下来的话 可能主要还是侧重于两个点吧 第一个是如何去库存 第二个是如何进一步 推动三大工程的一个运行 从而来缓解这样一个地产投资下滑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首先我们看到三大工程来看的话 其实上半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来看的话 三大工程对地产投资其实带来 偶尔百分之0.9%这样一个增幅 那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下半年能够进一步 来推动这样一个三大工程的话 那就可能会对地产的投资下滑 起到一定的一个保底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另外一块的话 就是如何来进一步确保这样一个 去库存的这样一个措施 那如果这两个措施能够叠加在一起来看的话 那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看到 整个地产对经济的拖累 可能会慢慢慢慢收窄 那肯定会拖累 但是拖累如果能够慢慢慢慢收窄的话 那这本身对经济也是个好的消息 好 今天特别感谢谢东明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么在下节回来 我们继续带给我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天是小幅的缩量评价 续做了本月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 而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不大 国债期货价格普涨 主要收益率大多走低约一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周一表示 为对冲税期高峰等因素影响 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而开展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规模较周三到期的本月到期量轻微缩量 利率持平 另外央行也结束连续10天的地量逆回购操作 规模增加至1290亿元 据此计算 由于MLF错位到期 央行全口竟竟投放2270亿元 银行兼债市资金面价格走高 但央行的投放令供给持续偏稳 加上经济数据低于预期 抵消了央行官媒周末继续发文 提示债市风险的影响 国债期货价格全线上扬 30年期价格收高0.22% 涨幅继续超前 中长期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大多下跌 一个基点上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内地明年启动首批的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 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 在今日是印发了通知 表示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提出2025年首批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 全部开工 转化应用一批煤电低碳发电技术 相关的项目镀电碳排放 和2023年同期相比 同类的煤电机组平均碳排放水平降低约20% 到2027年要进一步降低约50% 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的碳排放水平 同时也表示 对于符合条件的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 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 以及要求电网企业优先接入碳减排效果 突出的煤电改造项目 那在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 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凤凰网财经 关注的是金价的一些变动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最快在9月份启动降息的预期 现货期货黄金是双双出现了拉涨 那内地的各大品牌首饰金 上周五的报价基本上都在每克700元以上了 也有分析认为说美国通胀的缓解将会为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提供更多的空间 也带动投资者对于黄金的需求出现了增加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金融时报 今天是在关注着特朗普遇袭的相关事件 文章认为说特朗普能否获得持久的同情心还有待观察 但他们的竞选团队是非常擅长借此类事件来扩大影响力的 所以许多左翼人士称枪击事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苦肉计 目的就是要提高特朗普的选举前景 不过目前还有民主党高级官员煽动这些谣言 接下来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 今天则是在关注的最近的一系列的谷歌的收购 根据报道 谷歌的母企业Alphabet正在收购网络安全的初创企业Wiz进行一个谈判 那预计这笔交易的金额很可能会达到230亿美元 如果说能够最终成事 那这将会是Alphabet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了 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那些财经热点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调查显示上个月韩国首尔房屋销售市场消费者行刑指数为133 是自2021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承销方面六月首尔公寓交易数量为6177套 是2020年12月以来的单月最高 在今年上半年首尔销售的23000套公寓中 超过一半的交易额超过9亿韩元 约合510万港元 受到液晶面板业务不景气的影响 夏普决定于今年9月前 中置其在日本国内唯一一个生产电视液晶面板工厂的营运 同时征集公司约500名员工自愿提前退休 夏普去年亏损约1500亿日元 折合74亿港元 据称此次提出申请的员工将获得最多24个月月薪的额外补偿 并将获得在就业方面的支持 越南旅游业近来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 不仅境外旅客到访量激增 越来越多当地人也选择通过本地旅行的方式来享受周末假期 许多具有悠久文化和历史价值的著名景点和街头小吃 正在为当地经济创造更多吸引力 越南观光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越南接待国际旅客超过880万人次 增长58.4%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是婉君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